同样在国会下一院教育部长法迪娜今天透露 今年选修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科目的中学生不减反增 今年的报读率增加了将近5% 证明年轻一代积极专业数理科领域 达到40.95% pada tahun2021 kepada45.73% pada tahun2023 法迪娜指出教育部采取了各种重要步骤 特别是2013到2025年大马教育发展大蓝图 强调新的学习方式 并提升课程内容 来提高学生对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的兴趣 同时提高相关教师的技能 以及师生和公众的认识 此外教育部也会关注相关教育的基础设施